1先插入函数 2的话找fine函数 fine的话从这边找到fine OK 然后呢 fine 对 fine函数的话会有也是一样会有 三个参数要你填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要找fine 找什么 找钱瓜糊 你在这边打一个钱瓜糊 那其实它是个test 理论上前后双引套要加 不过有的时候你把移开 它会自动很聪明的 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套 所以有的时候 我有点偷懒 直接打钱瓜糊 移开它会自动加 前后双引套 当然比较标准的做法是你要自己打 不过有时候你要自己打要打三次 所以比较麻烦 导步怎么样 直接打个钱瓜糊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自动帮你产生什么 直接用b3好了 这个b2 b2 b2里面的话会那个 OK 里面没有刮糊 所以前刮糊 然后移开 within的话 是它问你说要在哪边找 在这个 A3里面帮我找找看 那第三个问题是 star number star number意思说 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如果你这边 第三个字空白的话 它从头开始找 那你想说那什么时候会用star number 意思说如果你有两个以上 就一个以上的刮糊 比如说你可能第一个刮糊 找完之后要找第二个刮糊 找完要第三个刮糊 这是我什么 那按确定 可是3不是我要的 我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减下来 然后再 记得哦 减下的时候不要减到等号 再插入一个mid函数 所以把刚刚的做 如果你没法一次做完的话 你可以分阶段 然后呢找什么 找前面这东西 A3 star number的话 把刚刚的公式怎么样 我刚不是剪下来的 把它贴回去 贴回去是3 意思说前刮糊的位置 可是我不要前刮糊 所以怎么样 把它加 1就可以了 从第四个 你会发现 其实我觉得 这个视窗还蛮方便 它这边会显示4 那表示我对了 OK 那再来的话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Lumber Tracks 我要找什么 找后刮糊 的位置 然后呢 再剪掉前刮糊的位置 那会多一个字 剪掉1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公式再贴一次 把这边的那个前刮糊 先改成后刮糊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前刮糊 找后刮糊 然后再剪掉 再贴一次 再贴一次就是前刮糊 找后刮的位置 剪掉前刮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 这边呢会多一个后刮糊 那意思是说我的位置 会多后刮糊 怎么办呢 再把后刮的位置剪掉 剪掉多少 剪掉1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没有做错的话 后面会显示出来 5 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要的那个数字 那最后的结果呢 也会帮你显示出来 如果你显示出来的结果是对的话 那一目了然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用对方法 其实做事情还蛮轻松的 而且呢 理论上哪边会错 他马上显示成红色的字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哪个地方错 OK 所以 我觉得这还蛮 还蛮听话的 感觉起来 可能因为我跟他很熟的 所以 他都还蛮听我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培养 培养感情 久了之后他真的会蛮听你的话 做起事来就很愉快 看到以色列打开之后感觉 很有 很有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他完全对我太好了 随时我要做什么 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帮你把事情给解决掉 OK你要什么有什么 真的是很好 而且以色列的功力 还不只是如此 这还是算是他最小 的功能 他真的可以做到很多很多 很复杂的预算 有刚刚讲大数据分析 他还有一些新的功能 很快的一下子 所有东西 即便给他 这个上百万笔的资料 他也可以在瞬间帮你整理出 你要的报表 甚至一个图表 真的很方便 OK 可能不过这个我想你慢慢 跟他了解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就出现第三届冠军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满 或者向上填满 或者说